好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是10月24号 10月24号对一个人来讲非常有纪念意义 我在讲说我今天要唱生日快乐歌 因为今天在现场的贵宾呢 今天生日 而且这个贵宾呢 也在同一天不同年 拿下了世界面包冠军的头衔 还有在10月24号 也就是今天现在 他做无添加面包 在超商 大家听好啊 在超商全省全家的超商贩售 我们邀请到的是陈耀迅 先跟听众朋友们好 大家好我是陈耀迅 我都激动到我的眼镜都起雾了 因为今天实在很高兴啊 因为呢耀迅呢 马上就要出国去了 你这次要去哪里 去日本 他要去日本 可是呢被我从中拦截 拦截的原因是因为 真的很巧 因为今天是10月24号 如果听众朋友 是全家便利商店的消费者 就会发现 他们的面包价出现了一个 你从来没有看过的 面包系列 可是呢 在介绍这个面包系列之前呢 我要先祝福陈耀迅 生日快乐 谢谢瑞耀迅 我们今天会在YouTube上传影片哦 因为真的很难得哦 很难得的是我邀请到陈耀迅来 而且呢 我找到了一款陈耀迅没有看过的蛋糕 因为呢 陈耀迅呢 在烘培界 要找你没有吃过的蛋糕很难 对不对 耀迅 等一下我忘了唱生日快乐歌 我就把蜡烛拔下来了 我们录音间不能点火 不能点火 我整百会 谢谢 不能点火 可是呢 我在这里要祝陈耀迅 耀迅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瑞耀迅 我是37岁 好年轻哦 我的天啊 37岁的耀迅 然后呢 耀迅 让你 虽然不能够让你吹蜡烛啦 我还是让你许愿许 两个愿 三个愿 有一个愿望 你放在心里 两个愿望讲出来 给大家听听看 来 第一个愿望 37岁生日快乐哦 在我们家录音间哦 在中管的录音间度过 第一个愿望 因为我女儿最近刚出生 所以我第一个愿望 可能跟家人比较快 当然啊 对 就是希望我的家人 然后我太太 爸爸妈妈 就是哥哥姐姐 还有我的女儿 都能够健康平安 第一个 第二个呢 第二个我希望 未来可能喜欢面包的人 以及说我自己制作的面包 那可以获得 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那我也希望可以利用面包 对可能 台湾的农产品也好 或者是说在消费者吃的 这方面的食安的问题也好 都是很希望 未有的面包可以 在这一方面 做多一方面的一个努力 对啊 因为今天呢 请到耀逊来到我们 超级美食家的现场 是因为前一阵子 我跟耀逊在全家料理王碰到 我觉得我那次 在全家料理王做评审 其实好像在跑独家新闻 我跑了好多独家新闻 包括耀逊 已经就今天 今天已经在全家 全家便利商店上市的 没有人工添加的面包 那呢 今天呢 也真的很巧 因为就是耀逊的生日 而且你说今天 还有另外一个意义 耀逊你先切一刀 然后你切完了一刀之后 然后你就继续介绍你自己 然后我就要吃蛋糕了 我今天还特别买了咖啡耶 今天其实很特别 今天不但跟耀逊同框 还买了蛋糕 还买了好好喝的咖啡 谢谢 对啊 耀逊你告诉我10月24号 到底对你来讲有什么意义呢 好 其实在去年的10月24号 我非常幸运 那天本来就是我生日 那我刚好在去年的10月24号 也在法国出赛 那同时当天也是颁奖典礼 所以其实去年的10月24号 也是我们获得 世界面包大赛冠军的一个日子 10月24号 对 所以很重要 现在等于是有三个 有纪念价值的日期 都落在10月24 是 对不对 好厉害哦 好 我现在要先切蛋糕 然后耀逊告诉大家 因为我觉得 获得世界面包大赛的冠军 算是很难得啦 可是我今年 我听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 听说今年冠军 被中国大陆队拿走了 那是德国的比赛 所以不是法国的 不是不是 有很多不一样的 其实在世界有三大赛事 那两个在法国 一个在德国 只是德国的话 台湾目前是还没有办法参赛 为什么 是资格赛吗 国家队 是这样的讲法吗 对 应该就是 所以奥林匹克 我们也不行 对不对 就比如说我们也不能用中华台北 来给大家看一下 对 德国的话 目前是没有办法 但法国两个赛事 我们是都可以参加 哦 我本来紧张了一下 我本来以为说 天哪 我们这个 被中国大陆 超越过去了 我本来紧张得要命 好 我现在呢 一边吃蛋糕 一边跟大家介绍这个蛋糕 给耀逊看一下 这个蛋糕是号称全台湾最好吃的cheesecake 不能告诉大家在哪里 可以告诉大家 不是 因为提供蛋糕的人说不能讲 可是呢 其实呢 之前呢 在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业 有介绍过 所以听众朋友 很简单 只要进到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业 在最上面 进到了脸书粉丝专业的最上面 有一个像是放大镜一样的圈圈 后面有写 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 你在后面只要打上 全台湾最好吃的蛋糕 还是打上蛋糕两个字 按搜寻 所有的东西都会跑出来 因为我有答应 提供蛋糕的人不讲 可是呢 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线索 这个线索就是从台北 往中列池的方向 你会经过这里 药迅你没吃过对不对 我没吃过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美式 很美式 因为我在想 药迅应该对烘焙界很熟 带哪一个蛋糕给他 他应该都吃过 我要带一个他没有吃过的给他吃 好 药迅我们先来吃蛋糕 然后呢 等一下 应该是我吃你讲话 我们轮流接力 对啊 因为药迅有在讲 他刚刚的第二个愿望 就是希望 能够透过 这样子的一个面包 烘焙他的技术 能够在台湾 有一个正向 有一个正向的回响 对不对 我是觉得 自从吴宝春师傅 拿到了世界面包冠军之后 的确 有整个烘焙界 有一些转向 可是消费者有追上吗 比如说消费者喜欢 没有添加欧式的这些东西 你觉得有吗 有追上你们的脚步吗 我觉得 如果在十年前 在之前的落差可能比较大 那这十年来的可能 增进 就是增加的人数可能也许 就是比较缓慢一点 再加上其实前几次的食安风暴 都跟烘焙有一些关系 所以其实我觉得或许是不是民众或消费者对于面包这个东西的健康疑虑或者是已经有一些疑虑在 可能就以前喜欢吃或许经过这几次的食安风暴是不是就变得没有那么长吃 没有那么长吃 真的很假 因为你知道吗 有好几次食安风暴就有人跟我讲说 卖欧式面包的业者 他说没有食安风暴的时候 他的面包卖的平平 有食安风暴的时候 他的面包卖的极好 所以现在的状况又不一样了 对不对 其实因为有的时候消费者他可能觉得说 譬如说像之前的奶粉 他可能有颇及到烘焙业 但他不会去区分说到底是哪一些品项 或者是说这个面包有没有加到 这只是说可能会觉得面包是不是都有加这个东西 或者是像 他本来不碰面包 不管你是什么面包 对不对 有一部分的消费者是会这样子 消费者不要这样做啦 面包很健康 对啊 应该是说趁着食安风暴的关系 去认识不一样 你身边安全 你可以吃的食物 应该是要透过这个方式 让自己变得更聪明 而不是完全拒绝 你让我想到了 果然酱油有问题的时候 大家就不吃酱油 对不对 就有人讲说 我才会找盐巴 我什么我都不要 的确是有这样子的现象 我知道药训在高雄开的是巴黎泊泊 对不对 你们家最招牌的是什么 应该是可颂 可颂 是可颂 对 可是你今天给我带了一个大枕头来 这个是得奖的面包 等一下给大家看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我自己还很让人的收起来 没有这个本来就是要给瑞老姐的 来 可能等一下麻烦再靠近麦克风 你会想看瑞老姐 可是可能我们就没办法收得那么晚 好 所以不用觉得不礼貌没关系 不是因为它做得很轻松 我想让它轻松聊天 其实还蛮好吃的 它里面有一颗一颗的这种起司 它的口感也很不一样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世界面包冠军 陈耀逊 高雄巴黎泊泊的老板 也给大家带来了 这个刚刚有跟听众朋友介绍 这个像一个枕头小抱枕一样的世界 世界冠军面包 所以等于是巴黎泊泊卖的最好的是可颂 其实应该说因为可颂这个品项 是从创业到现在一直有的品项 那当然这个冠军面包得奖 是从去年开始才开始贩售的一个品项 好好玩哦 所以换句话讲 你是开了店之后才去拿冠军的 就对创业之后才比赛 不是有一些人是拿了冠军才开店 所以状况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所以有改变吗 你觉得拿了冠军之后 我觉得对于店里来讲 当然一定会有所改变 可能更多人认识我们 那对于我自己来讲 我觉得是没有造成太大的改变 没有啊你变得比较忙啊 像这次跟全家就比如说像这次跟全家的合作 他们是等于是这算是你第一次跟应该是跨界合作吗 算是第一次吗还是之前也有 如果是以通路 超商通路的话是第一次的跨界合作 跨界合作 好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个故事 我们来看一下陈耀逊 就是今天开始在全台湾 全台湾都有对不对 对 等于是三千多家的全家便利商店 开始贩卖 陈耀逊 无添加 不能讲无添加 无人工添加 对不对 也没有机器添加 用手也没有啦 机器头也没有 就是无添加的面包 好今天他也带来在现场 我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 为什么要特别介绍 因为老实讲 在超商在推面包的时候 如果我没记错了 应该是快20年了吧 那个时候他们大家都在推汤种 我不知道耀逊有没有印象 就他们在强推 就是超商面包 很好吃很美味 他们都在推汤种的时候 那个时候 应该是全家跟Seven都在拼场 那一次 我在中国时报的时候 请了尹自利尹师傅 现在是85度C 海外负责人的尹自利 那个时候在亥雅的尹师傅 帮我们做了盲眼测试 那一次在吃超商面包的时候 我就印象非常深刻 比如说超商面包要拉开来很香 对不对 很蓬松 对不对 你看你笑了 你知道 卖相很好 对不对 等于是大家对于超商面包价格比较便宜 大家对于超商面包有一个既定的框架 可是这个框架我不要评论说是好或者是不好啦 可是就跟耀逊讲的一样 最近这么多年来有很多很专业的这些烘焙师傅 大家都在推一个健康的趋势 所以是全家用健康的趋势打动了你吗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在偶然的一次聊天 其实我一直也对超商面包就是 他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成分 也很好奇 对那刚好在某一次商品会上就碰到浮鼻面包厂的一种 那我就 你问他 我真的很好奇 对你问他 那他就说其实他们也是很想做没有添加东西 可是不知道怎么做 他们应该没有胆量做 他们其实是如果做得出来的话 他们很愿意尝试 因为我觉得没有胆量的原因是因为 普遍大部分的民众都接受这个类型的面包 对不对 其实大家要知道吴天佳这件事挑战很大 我那时候听到耀讯要做吴天佳的时候我吓一跳 因为有可能大家会说陈耀讯的面包难吃 有可能 我问你是不是 有可能吧 有可能 有可能说我这两个不要做胖 还世界冠军 有可能对不对 对 如果品质没有 掌控好的话 然后还有就是除了品质 原料 我想可能大家从小到 对于一些香精已经完全没有防备了 它都在我们的生活里 如果你今天咬到一个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素的 平淡的 你都会怀疑说这起发生什么事 对不对 可是这一方面 其实一开始我们有想过 因为毕竟可能 超商的 便利超商提供的就是便利 有很多人他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办法 或是没有时间 到面包店去买面包 所以他会选择到超商 那也许他吃 就像刚刚瑞瑶姐所讲 尤其他吃酒他习惯了 某一天你出现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不一定所有的消费者都能够接受 可是我觉得既然他原本是我的一个创业的理念 那有这个机会可以把它推广给更多人知道 我觉得还是要试一试 对啊很大胆啊 我那个时候说 好你要敢做无添加 他在超商里面真的很大胆 可是我要让药讯逐步帮大家揭开 到底添加了什么东西 好 到底添加了什么 是你心里起怀疑的 你觉得可以不用 可是面包也可以做得很好 其实最大的一个成分 当然是有一些是乳化剂 因为他因为期限 也许一般的保存期限需要拉长到四天左右 那在一个面包 正常面包的状况之下 他一定会变得比较干 因为会老化 所以乳化剂这个部分 他是可以延环保湿跟老化 那当然还会有一些蓬松剂 是可以让面包体积看起来比较大 比较大 可是比较轻哦 对 其实重量是不会比较重 重量比较重 看起来比较大 对 看起来比较大 那相对一定比较轻 因为他富然的空气比较多 对 卖相好嘛 视觉效果 是 那当然还有一部分 可能是品质的稳定剂 因为在机械化生产 机械它不比像手工 手的话我们可以对于面团的力道 去掌控我们私立的私立点 那机器没有 它是固定的力道 所以他其实还会有一个是品质的稳定剂 我就不能调整啦 所以他必须要 对 它稳定剂就是说 在面团它经过这些机器量化的过程当中 可以维持品质的一个稳定 那你为什么同意全家便利商店 要做五天家的面包 其实一开始是 一开始是我先提 就是我们在聊的过程 那他就听到说 全家有想做 那我就提说 那如果你们有想做 那我其实我可以协助 或者是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第一是我觉得应该是有办法克服 但没有百分之一百确定 可是我愿意是 那如果说真的是不出来那就算了 我就不做这个联名的这个东西 可是如果真的是可行的 那其实也是替超商的面包 其实多了一种可能性 对啊 而且呢关键是 我觉得有好多人都去超商买面包 就像刚才耀讯所讲的 是因为便利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呢 超商真的可以推五天家的面包 那当然世界冠军 这就是加成上去的价值 就可以推一个五天家的面包 大家或许可以比较看看 可以试试看 因为老实讲 超商的这个面包的这个系列 也没有停哦 就原来的这个系列也是 也是要继续在贩售 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给消费者多一个选择 多一个选择 好 要去你拿那个吐司那一片来 我要给大家看 多一个选择之余呢 大家是不是可以接受 因为呢 我觉得超商除了便利之外 超商最重要的 还有就是一个评价的想法 对 大家看一下这个耀讯 我们今天在YouTube上有上传 王若瑶的超级美食家 这上面除了有陈耀讯 大大的照片 告诉大家是他监制他负责 大家来猜一下这片吐司多少钱呢 我们来猜一下 就是这一片吐司 有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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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写 怎么搞的 便宜了 我那个时候我听到的是38元 他有调整价格吗 38是这个 38是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写 我本来让大家猜一下这片吐司多少钱 这一片吐司32块钱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王若瑶直接开给大家吃 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 你酸膏要不要吃完 好 你酸膏要先吃完 然后我要等一下 然后这几个拿过来 好 这个看起来很小耶 跟同样的面包比起来是否变小 和它的重量是一样的 好来 里面内线很饱满 好 我们可以先停一下让它慢慢吃 然后其实它要量度 对啊 还有时间没问题 不是因为我第一段 我讲完了 我等一下我要打开 我要问问看有没有那种 那我想看 因为我都会把我 我每次都会去超商买面包 我想要知道打开来有没有冲上来的香精味 因为以前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找影子力在测试的时候 她说其实这个就是超商面包受欢迎 他们设计的第一关 受欢迎 就是你撕开包装纸 它就有你很熟悉 其实就是添加香精的味道 添加香精的味道 其实就是怕那种 真的还假的吗 因为如果是添加物就有点一打打打打就很长 不是添加物就是一整块啊 就是一整块啊 对啊这个没有耶 真的好神奇哦 还有啦我觉得因为全家自己有面包 自己有面包炒 需要生纸吗 需要生纸吗 我需要我都一直冒汗 我都一直冒到我的眼镜上来 好吃 好吃 对啊 这是 这是好啦 这是美桥的啦 ACC的 我没有公开讲 我不能公开讲 因为他我有答应他 好慢慢听 好来 王后 这是家庭套 可是两个是一样的 好来 OK 不要讲OK 好 那我们准备了 还有两段 这段七分钟 好 七分钟 好来 三 二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节目现场 邀请到的是世界面包冠军 而且是热腾腾 去年世界面包冠军 在法国巴黎 拿下冠军的陈耀逊 来跟大家分享 现在只要你们住家 有全家便利商店 你们就可以吃到 吴天家面包 这个是我非常佩服 陈耀逊 还有我还蛮佩服全家 愿意跨出这一步 做这样子的事 可是呢 听众朋友或许会问我说 吴天家是什么意思 我念给大家听 来 药迅你等一下也来念一下 洛神菠萝 我先念一下这个 皇后吐司 就是只有卖你一片的吐司 32元 听听看它的成分 它的成分就是 面粉 鲜奶 奶油 蔗糖 鸡蛋 发酵乳 蛋黄 食盐 跟酵母 两行字结束 是 通常 我其实今天本来要去全家买 有天家的面包来 可是我觉得这有一点狠 就等于是比较 大家比较看看 药迅你手上拿的这个是 洛神菠萝 让他念念看成分 好 成分有 面粉 水 蔗糖 奶油 洛神花 麦芽糖 食盐 鸡蛋 鲜奶油 跟加糖炼乳 还有酵母 跟甜菜 跟粉 奇怪 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然后我手上这个呢 给大家介绍的是双色地瓜 因为这次呢 药迅出的是四款面包 对不对 我们今天都来 都到齐了吗 对 都到齐了 还有一个家庭号的 家庭号的吐司 就是刚刚跟了一片 对 一样的成分 对不对 皇后吐司 我手上这个 我也念给大家 请教双色地瓜 双色地瓜 它的成分是什么呢 哦 我好意外 也是让两行结束 甘薯 面粉 水 蔗糖 紫薯 麦芽糖 鲜奶油 奶油 牛奶 乳糖 黑芝麻 鸡蛋 食盐 酵母 听众朋友 有听不懂的成分吗 没有耶 没有听不懂 也没有听到很含糊的 比如说像什么乳化剂 还是现在大家 对于磷酸盐 对不对 有一些东西 没听过 没听过 大家会听到 有一些成分 会觉得看不懂 看不懂 没有 看得懂 全部都看得懂 是全部都看得懂的成分 那可是 好 我要给大家看 可是还是要给大家 一个心理准备 刚刚大家看到一片吐司32块 搞不好有的人就已经开始想说 哪有他鬼 再给大家看 这个呢 八长大 八长大的这个面包 比一般可能或许大家在超商面包看到的 一个手长大 不一样 对不对 再小一点 再小一点 但是重量可能比那个更重 重量比那个更重 因为其实大家会吃面包就知道要挑重的 不是挑大的 好 在这里要先开封 因为呢 刚刚有讲过 大概在20年前 那个时候超商 他们在充面包的时候 他们都要求制造商 拉开的第一瞬间 要有一个香味扑鼻而来 你看他笑了 那个香味是你知道 那个香味有可能跟了你一整天 像背后的你一样 可是我现在我要撕开来 我看有没有这种香味扑鼻 诶我怎么撕不开 我帮你 哦风很紧的药讯来 直接撕开 直接从这里撕吧 它还是会有一个奶油的味道 可是这是天然奶油的风味 可是是奶油的味道啊 这个很像自己在家里做的 而且你们家奶油很香 你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奶油 因为其实皇后吐司的话 它本身的风味的 很大的一个主要的来源 就是来自于奶油 所以这一次我们其实在奶油的挑选上 跟其他的面包又在区隔开来 它这一次是丹麦的一支冠军奶油 在今年度5月的世界奶油评比当中 刚得到冠军的一个奶油 你用得这么好 全家没有意见吗 我们要沟通嘛 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希望 吴天佳的面包之外 它其实还是要拥有很好的风味 不然今天如果我们做了吴天佳 可是碍于成本等等 你做出来的味道也好 或者是成品并不是好吃的 那其实消费者毕竟东西 食物本身还是要好吃 我觉得还是回归到 刚才有讲 有的人做很多吴天佳都很难吃 有的人甚至于把吴天佳当作是养生 然后你觉得难吃是正常的 因为养生 可是我觉得这个观念都不太对 我要先分享一下这一片吐司的感觉 刚刚其实药迅有讲 就是一般在超商他们卖的面包 它的保存期限是四天 可是呢 吴天佳之后呢 几天 两天 到店之后两天 两天 到店之后两天 等于时间又变得更短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我撕开来 我闻到的是一个很香的butter的味道 这个呢 就有可能就是药迅所讲的 用的是一个丹麦冠军的一个奶油 对不对 可是我要讲这个吃起来 并不会让大家觉得哇好神奇哦 有鸡腿状 大家不会讲说好的吐司 撕开来要有鸡丝 你有听过这个吗 有 没有鸡丝的感觉 没有 没有那种质感 对 可是呢 吃起来很香 就是一片用料很好的吐司 我这样讲对不对 对 因为这款吐司是没有加水的 哦难怪 除了奶油之外 液体的部分都是鲜奶 而且口感很好哦 口感 这个小孩子一定很喜欢 很营养 而且它是一个很kawaii 我可以这样形容吗 可是那个kawaii 不是大家认定的那种天然香精的kawaii 不是 好 接下来呢 我要撕这个双色地瓜 好 我先撕菠萝好了 好 因为同样的 就比如说这个菠萝会冲出 大家觉得很可爱的香气吗 可是那个香气像背后铃一样吗 不知道会不会哦 哦没有啦 我放得很近的味 我不知道耶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像这样子的经验值 而且呢 你做的这个是洛神菠萝 做了一个不一样的 对 洛神丁 嗯 啊我知道了 你的这个面团 跟一般超商的面团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你的面团比较湿润 而且我要给大家看好了 比较沙实哦 请看 如果大家有追上 王若瑶的超级美食家的 YouTube的影片 就可以看到 看到我在咬的这个断面的孔隙 有没有 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近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王若瑶是一个好奇宝宝 你用的面粉也是啊 你看它的颜色不是白的耶 因为它有加一部分的洛神花丁 对啊 不是白色的 所以面团它其实会有一点洛神花 融合在一起的颜色 嗯 没有啊 如果很白很白也不对啊 对 面粉不是白色的啦 这也是蛮一个关键的 因为绝大部分的面粉 我不能说全部 可是有部分的面粉 它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额外的添加物 比如说维他命C 小麦当蛋 它要你很成功啊 做得很成功 对 那 刚好福鼻面包厂 它们从原本的面粉的要求 就是克制的一个无添加面粉 好来 哦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天然的酸味吗 那是洛神丁 哦 不是有一个发酵的 其实很香哦 来 这个其实有挑战消费者 你看 这么扎实 来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 世界面包冠军陈耀讯 我们今天都没有机会请他讲 他作为世界冠军 有多么的艰难 今天没有时间 今天没有时间 请耀讯来分享 你知道 来分享他如何 辛苦的拿到世界冠军 今天我们全部都陷进这个面包里 我觉得这个有很大的挑战 因为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正在试吃的这个洛神菠萝 这个洛神菠萝的组织 其实是比较紧实 看起来很紧实 对不对 可是呢 吃起来它是柔软的 因为它的水分很高 对 我可以这样讲吗 对 那因为它是面团本身 它不是包馅的面包 它有加洛神花丁 那你的添加副食材 加的越多的话 其实面团的膨胀力道 它相对的就是会减弱 所以它会相对的比较扎实 还有就是呢 这个面包里面不是纯白色的 对 它是有一点 应该是讲说面粉 本来就不是纯白的 对不对 我跟你这样讲吧 要去跟大家吃美食 也要长知识一下 对 不是面包世界 不像人一白遮三丑 没有这回事 是怎么回事 它其实分 吃起来它是有颜值 我现在 我现在在吃双色地瓜 不是白面粉 这个大家会喜欢 非常多 这个是台湾人喜欢的 有馅的面包 而且很多 很多 而且你做的也不是白面包体 对不对 这看起来好可爱 它面团紫色的部分 其实这款双色地瓜的话 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吃 面团的部分 我们是加入紫地瓜泥 所以它面团会有一点粉紫色 其实对我来讲 我对于没有添加物的面包 蛮熟悉的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制面包机 可是因为 如果自己大家在家里 做制面包机就知道 面包很容易老化 这是一定的 然后还有它吃起来 如果你的配方 比如说因为药训是专家 是专门 它会用一些配方 让这个面体吃起来 变得比较好吃 我在家里最多就只有加butter 加牛奶 有时候甚至连牛奶都不加 就用水 它那个质地是不一样的 很香耶 而且地瓜很香 对 就是瓜瓜园的一个烤地瓜馅 你们其实还有做地瓜丁在里面 对 因为不会吃起来 整个口感都是软的 黏的 对 我小的时候 我永远记得这个故事 我妈妈买了面包之后都叫我来 叫我先咬一口 为什么 她要把没有馅的让我先吃 所以小的时候我就知道 就吃一口 好了可以了 好了可以了 然后我妈妈就拿去吃 一片线跑出来了 所以我小的时候就知道 我妈妈是聪明的妈妈 等于是这个边 可是很特别 哦 其实很好吃 是 我应该是这样讲 或许大家会认为 超商的面包 就应该在一个框架里面 跳脱不出来 可是因为药迅出的这四款面包 已经跳出这个框架了 我相信消费者会接受 嗯哼 我们也希望消费者 因为今天才第一天卖啦 对不对 是 今天才第一天 第一天在全家便利商店开卖 而且我觉得价格的部分 嗯 如果是正常价的话 我知道超商也有卖一片的面包 对 二十几块对不对 大概25至28块 对啊25到28 嗯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价钱 然后我刚刚吃的这个洛神菠萝是38元 38元 然后呢 呃双色 双色地瓜是35元 这样子的价格 其实也都可以被接受 对不对 在便利操商来讲 它真的是算是 比较 天花板 稍微多一点点 对 二至三块 那但我一直觉得 呃 现在人的饮食习惯 如果 我们可以吃的一个比较放心的食物 嗯 比较无添加的面包 嗯 我觉得这可能不是金钱可以去很这样的 嗯 而且我觉得很便利啦 对 比如说耀迅本来只有一家店在高雄 嗯 高雄 巴黎波波在哪里 在高雄的三明区 不爱路上 在不爱路上 对 在三明区 现在从现在开始 从今天开始 耀迅的面包店已经变成3000多家 只要是有全家便利商店 它都会配送对不对 对 它都会有 是 嗯哼 大家其实可以试试看 我真的是觉得很佩服 很佩服要去你有这样子的勇气做这样子的事 可是之后还会有新口味吗 之后 嗯 还在研究 我问你难度在哪里啦 其实 没有添加真的很难做吗 没有添加做的这种大量的面包真的很难做吗 它有一定的困难度 可是我们最期待的其实还是看消费者的反应 因为对我来讲 我当然很容易去推广 可是毕竟如果以商业角度来想 嗯 还是要这个东西的接受度 能够被广方的接受 当然 我们才能继续做下去 不是当然在商严商啊 因为有可能全家卖一卖之后就不见了 完全不见 那就表示消费者不能够接受这只商品 对不对 可是我是很推荐 因为我想要给大家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你新天到了便利商店 也可以吃到没有添加的面包 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 不是给药薰一个机会 是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去试试看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甚至于都可以买两款菠萝 一款是有添加 一款是没添加 你自己试试看 对 因为在口感上跟味道上 它的差异性应该是很大 差异性很大 我觉得光是在香气上的差异性很大 还有这种咀嚼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对 药薰你自己会去买操操面包吗 在之前 以前有时候会 因为有时候难免 如果你要出差 早上六七点 很少有面包店 那只能到便利商店去 那我早餐我是习惯吃面包 配咖啡的人 对 所以就只能到便利超商 真的喔 可是通常到 站在前面就会有选择障碍 会跳很久 我自己最后一次吃 超商面包 应该是好多年前了 那是去外地工作 也是一样 就是早餐要赶快吃 对 我那次没有选玉饭团 我就有一点后悔了 我就觉得 天哪 这个面包好大一个 可是你几乎捏 一捏 就它的那个空气感很足够 我这样形容 对不对 就空气感很足够 然后吃完之后 整个口腔里的味道 感觉 我其实是比较在乎那个时候感 它就会一直巴在你的嘴里 对 因为光油脂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就很不舒服 对我来讲我是比较敏感的啦 所以呢 大家其实可以试试看 我自己真的很期待 大家为了要食安 大家为了一直要讲 要自己做自己做 或许你很难自己做 你一定要外食 可是你可以有新的选择 好厉害喔 再给大家看一下 陈耀逊的脸在哪里 在这里 你知道 给大家推荐 这应该也是我们的通路里面 到最大的一个挑战 无添加的东西 就在你的身边 谢谢耀逊 也谢谢耀逊 谢谢大家 也祝他生日快乐 然后祝他去日本 顺利 赶快回来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我问你有难度吗 有 有 有一个面包挑几次 最久的应该是洛神菠萝 因为洛神是酸的对不对 对 因为PH值的关系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颜色 因为甜菜跟粉 它的天然的东西去调色 嗯哼 那因为我 觉得里面是洛神娃娃 我外观我就一直很想做一个粉色的东西 你天使想要这样做 你天使想要这样做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洛神花的面团 吃起来跟地瓜的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对 因为地瓜它是包馅的 嗯哼 所以它面团本身的 就不一样对啊 那洛神花它是里面有拌一些洛神花 其实洛神花里面 其实洛神花因为没有包馅 所以洛神花更能够吃出 就是没有添加面团 的一个真正的感觉 对 好 一个真正的感觉 不一样哦 好啦 听众朋友 我们要让陈耀迅下节目了 他今天人行李都拉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的现场 我都不好意思 祝他生日快乐 祝他这个面包能够大卖 这样子呢 才可以让业者知道 可以从无添加 朝无添加的方式 而且时间缩短 价格 价格有上升一点哦 时间缩短 让大家更正确认识 食品到底是怎么回事 谢谢 拜拜